长相思这部剧已经开拍了一段时间,几个主演们颜值状态都很好,尤其是女主角杨子,为这部剧肉眼可见瘦了很多,虽然衣服不算是特别完美,但杨子每次都会给人惊喜,衣袖处的设计很特别,不算传统的那种款式,后面搭配了珠串的发饰,恋爱中的小妖也太好看了吧,温柔黄色,还有一套出镜率稍高一点的黄色。 在沐西园弹琴和陪防风被逛街都有出镜,看衣服款式,应该是旁风如群的款式,沐西园,沐西园的造型有好几套,这套和前面的黄色款式有点像,但仔细看衣服的颜色和配饰,好像是不同的吧,这个时候的杨子状态特别好,清透娇美有活力,笑起来更是超级有魅力,羡慕此刻的景,清新露背,暂时只有一个模糊的背影,颜色很小清新,也是盘发, 发式有所改变,比前面的要稍微成熟一些,白色复死,然后是官方的第一张定妆罩,身穿白衣,提着凤凰花,准备去复死的小妖,当初这张海报出来时,就成功美到了很多人,道具和质感都不错,杨子的一个眼神,就有极强的代入感,前面几套造型都有刘海, 其实,杨子没有刘海更好看,小妖回先元时的王姬红色,就是没有刘海的搭配,绿色长服,最近也曝光了几套新造型,个人很喜欢这套绿色的长服,虽然也有刘海,不过很轻薄没啥影响,这套衣服的颜色太好看了,饱和度比较低,符合大众审美,还有金属的配饰,这才符合小妖的身份嘛,盛装绿色,最后是小妖参加枪悬和书会婚礼的造型, 一套比较庄重的绿色,衣服上有精致的配饰,坎尖被杨子的长脖子完美驾驭,目前已经看到的比较清晰的几套女装,就是上面这些了,还有一些比较模糊的,还是等正片出来再看,大家觉得如何呢?